我用水泥和塑料瓶在门口做了一个雪山水母鱼刀 给我人生中第一条小鱼按了个家 买了半袋水泥打算做出雪山的效果 先用泡沫板刻出一个小山包的形状 然后一个比一个大一圈 多磕几个 再用热绒胶给它们粘在一起 一个产业的山就做好了 我做了一大一小两个 再去衣柜翻一件不穿的衣服 剪成能盖住山的大小 然后去外面和点水泥 突然理解小孩为什么喜欢玩泥巴了 这也太好玩了 把布架满水泥糊在山上 剪掉多余的布 整理布料 让它完全贴合形状 再用浓稠的水泥塑形 把表面抹光滑一点 拿回屋等待24小时 干透的水泥确实挺结实 接下来用水泥沙做出雪顶的效果 调点数纸胶 按3比1的比例搅拌均匀 薄薄的刷在山上 接下来用烤串的手法 给山顶撒点雪 这个雪山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吧 拿到太阳底下继续亮一天 鱼缸呢我打算放在门口 冰箱旁边这框正好放得下 上次有一千多完人 看我换这个嵌入式冰箱 有人说我是不是把隔壁挖了 其实这后面是空的 柜子做了60厘米厚 这个美的483超薄冰箱 厚度也是60厘米 所以可以做到完美一起 还有好多好多人问散热怎么办 它是底部散热 两边不热 零食放旁边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这种脚链 两边只需要留5毫米 冰箱门就能正常打开 便问区有平时调成软动模式 买的肉什么的 放里第二天吃 不愿意生虫子 一个多月用下来 冰箱也没有一味 这个PT精味真不错 而且白色是真的好看 喝完的饮料瓶 这好能做个水母 来看一下我小鱼的新家吧 我小鲇吃